NEO 了世紀,天天如故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瑪莉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邪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Mintechester 選擇了瑪莉人 瑪莉人特色是擁有挖金礦的速度稍微加成 黃金的攜帶量也稍微多一點 他挖了黃金的時間會再更久一點 所以我都會把他叫為深層金礦文明 可以挖得非常久 瑪莉人他的主要部隊是要打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有精冠的嫖悍精神 可以讓騎兵加5點傷害 不管是肉馬、駱駝、重裝騎士都會吃到這個效果 後期的肉馬傷害高達14點傷害 駱駝也是 後期的步兵單位每剩個時代手 遠方會加1點 工兵路線的話前期很適合打工兵 封建時代、城堡時代、封兵轉奴兵 帝龍時代的話 強武兵的話要稍微看一下情況 因為沒有三級射 後期還是比較建議轉火槍兵 當作副出出阻力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右手邊的立陶宛人 Balance Balance選擇了立陶宛魔兵 是擁有每減一個聖物石 可以讓自己的騎士跟猶俠 猶俠跟獵提斯獲得1點傷害 猶俠的傷害可以高達20點 那立陶宛的獵提斯可以高達22點傷害 非常可怕 那他的槍兵跟毛兵路線呢 算是比較厲害的 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10%的效果 所以前期封建時代 敵人可以像霸彈廷一樣 或是硬架打槍矛牙 去給敵人騷擾 或者這個地圖的主動權 那升到城堡時代的時候 就可以趕快去按出森旅去前森我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片地圖 這地圖看起來立陶宛的地圖是比較尷尬的 上面的話非常空旺 而且有塊附近也在上面 兩塊石頭都是偏正面的位置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遮逼我 這個太慘了吧 但是他的地圖很好耶 這裡可以圍起來 這裡很快附近 後面還有果子 這裡都可以小圍 稍微防守 要小圍的話 對於霸彈池來說相當舒服 但是這個地圖要很危險 因為你在城堡時代 把這些木頭挖完時候 到帝王時代可能只剩下這片木區 這片木區挖完的話 你要勢必到左側非常遠的位置去防守 那中間這個防守區域的話 也沒任何高地 你要防守的話以前在這邊插城堡 才比較好防守 那前期的部分的話防守方面 這邊補城堡的話也是平地 也不是那麼的好防守 實體來說 中間這麼大量的空地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好 瑪莉人這邊又是打兩棒棒開局 明確實特 這邊很喜歡打棒棒開 棒棒開局呢 他的特色就是 可以很找時間點 一蓋好均勻 就按兩棒棒 就去把對方斑馬或是路 先敲死 對方就不能把路趕回去吃了 經濟就會稍微少一點 但棒棒開局的弱點也很明顯 是很害怕村民回頭打架的 那棒棒過來如果被反擊回去的話 很容易喔 村民就可以把這個棒棒給擊殺了 反而是這裡棒棒加肉馬 是比較難殺到村民的 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 棒棒跟肉馬的血量 要盡可能保存起來 盡可能去騷擾對手就好 好 這裡這裡有一隻肉馬高打滴 順利收掉的村民 哇 結果首發是由斑拉斯拿下了 好 那棒棒到這個地方時候 就其實沒有太多的影響力喔 不能戳到一槍阿 好 戳到一槍 不錯 好 那斑拉斯這邊由於路被斷的關係 這裡派了更多的人過來吃脖子 好 但是棒棒的問題暫時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這裡是要斬工兵 房間還沒開挖 好 有一隻工兵可以出來了 那馬力人把家裡圍得非常非常大 圍一個超大的路徑 好 後面還有石頭 欸 這裡在挖石頭 難道是要來打塔弓嗎 欸 結果打塔弓的是Balance 好欸 兩隻棒棒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回去殺牢 查劍塔 好 那由於馬力人這個升級時代太晚了 12分鐘才升級好封建時代 25P 這個就是要來打直層喔 這個直層打法在阿拉伯來說已經很少見了 因為現在封建時代往往還是打架是主流 不打架的優勢實在是太小了 打打架的話 優勢會比較大一點 那這邊是打了一個塔弓 對防守對方的直層 打這個塔弓的優點喔 是破牆速度很快喔 防守方會很難防守 村民打建築的速度又很快 我們這兩隻棒棒好像還沒送掉 工兵還在追 好 正面的木槍已經開始殘血了 關鍵手在後面一直努力的在射擊 蓋防守的村民們 但這邊應該還是終究會被溜進來 這裡可能也要再圍一下 好 這裡終點下城堡時代 關鍵的溜進來 欸 這裡要撞TC 好 兩隻棒棒 最後是沒有碰好 衝掉了 正面的部分再稍微一個防守 正面的弓箭手 要是總進來就會很麻煩 所以要盡可能的把這個地方給維好 好 這裡再補一個 進的劍塔 在瑪麗人生城堡時代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立陶宛這邊能進攻時間所剩不多 但是家裡的田也要趕快繼續灑 突然時代會路後非常多 對方直層速度是很快的 好 走進來兩個人挖石 後面非常多的村民在挖石頭 那直層到底什麼時候情況要打 稍微講解一下 不管是玩什麼波西米亞 或是土耳其 瑪麗西班牙緬甸 這種寶兵單位 或朝鮮 這種寶兵單位 跟鬼一樣的文明 就可以打 那為什麼瑪麗可以打 是因為她的飛刀子獵手 攻擊速度很快 照價也沒到那麼昂貴 其中速度之快 但是她的血量跟防護力 是稍微偏低的 所以瑪麗人打飛刀 飛刀女獵手 在前期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但是到了偏中後期的時候 飛刀女獵手的影響力 就會慢慢下降 因為飛刀女獵手 是蠻害怕工兵單位的 那立陶宛這文明呢 她是可以打馬功的 所以班牙斯 如果真的待會遇到 對方走馬功的話 也可以考慮走 對方打飛刀的話 自己就可以走馬功路線 這裡工兵 繼續給 這裡一村人拿下 喔 傳血回去 哇這隻工兵 哪都溜進來 直接走過來 看起來是 這裡城中心 其實只有一隻村民在裡面 村民最後被射倒立一隻 走殺 是有班牙斯打下 第二村也是班牙斯 這個就是直層的窘境 很難受 城堡蓋哪呢 城堡要不要直接蓋正面的位置 啊走進來了 怎麼辦 弩炮 弩炮出來了嗎 OK 換燒 沒錯 出 這裡拿下一隻工兵 OK有弩炮應該就安泰了 好這裡可能蓋城堡吧 這個位置應該不錯 這個城堡蓋這個位置 這裡三根劍塔都能拿下 對就是這個位置 那下方這隻工兵可能會有點麻煩 但這隻工兵魂來不止上面在蓋城堡 這樣子 好弩炮繼續追擊 第二台弩炮出來 要在這邊包夾嗎 好這裡收村 讓箭塔的傷害增加 這裡又抓了一村 前期是有馬力人 損失了山村 做一開局 當然是獲得了經濟優勢 這個一拳打死工兵 超派鐵拳 好弩炮過來防守了 放下金礦的位置 好過來被穿到了一發 好現在立陶安城堡時代也補下了 再一發 哇又收掉 奴炮 這槍兵 妖力真好 居然被他扭掉了 平時活了下來 OK那巴南斯這邊應該是要繼續打奴兵了 那為什麼要打奴兵呢 因為奴兵這邊老可以繼續慘 待會是到城堡時代 待會可以直升 這邊是奴兵二級射 那馬光的話一定要到城堡時代才可以慢慢量產起來 那為什麼就會這麼篤定對手一定是打 這個飛刀的獵手呢 因為他這邊是直層喔 去挖石頭 剛剛已經看到這麼大量的石頭 所以十之八九對方是打飛刀 如果他不是打飛刀的話 馬力人打步兵或是打騎兵喔 工兵單位喔依舊還是有辦法處理喔 所以就是工兵至少是五層高達 勝率五層是一定有的 那如果是走騎兵路線的話可能就很難受 因為騎兵路線很容易被飛刀女獵手給封身住喔 一次飛刀回頭就是一隻騎士的狀況 是很常見的喔 所以立陶安人這邊打騎士 反而勝率並不高 而且對方也有駱駝的情況下 走工兵路線喔 確實不錯喔 好那後面補下了一個神聖中心 現在3TC開農 好那明確實的拿索絕火又來了 我開農但是我進攻 雖然我農但是我並沒有打算把做的兵放在家裡做防守 而是一直去對手家裡做騷擾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打法 拋擾能力確實很強 只要能多騷擾到的話 自己經濟又好 後期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這隻飛刀女獵手 暫時沒有事 而且工兵暫時也追不到 這一團飛刀女獵手 好家裡繼續農 飛刀沒有繼續出 先穩住3TC的肉量 好這裡奴兵來了 這裡有奴炮 提示上前想要剪掉奴炮 但是直接被飛刀給打了回去 這頭工兵有點害怕 喔結果直接點掉了一隻飛刀 這就是飛刀很怕弓箭手的原因 比較有射程優勢的人 就有射程優勢 就有射程優勢 那他就有射程優勢 好 阿拉斯彈道學也點了 待會馬力人繼續出飛刀 就要大難零頭了 那立陶宛這邊要解毒砲的方法 就是騎士或點救贖思想 但是我覺得點救贖思想有點投資太貴了 可能感覺用騎士直接去解 或是用投石測都是比較適合 辯解的方法 但投石測一個沒有控好 很容易被飛刀給撕掉 所以立陶宛是可能想要打穩 所以才轉生旅 神聖思想 欸還是其實還是用投石測呢 我是覺得投石測比較好 不然救贖思想太貴了 不然用騎士去解 找機會偷解也是可以 結果錯過買賣 賣了四百木頭 還是要點一下救贖思想 好5號這邊串燒 欸這個是點到斑馬的意思嗎 沒有點到呢 好救贖思想已經研發好了 現在立陶宛是雙TC開農 但是馬力人現在是4TC啊 哇 已經是對方的兩倍城鎮中心的支援量 但對方立陶宛支援量還是贏過馬力人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前面 MAS的這個塔棍關係 把馬力人的經濟打到一團亂 所以現在馬力人要把經濟給農回來 最好方法就是開TC 那巴拉斯這邊經濟現在是落後的情況 他有點過度防禦 對方馬力人會打城堡一波 但其實馬力這邊是打一個防守的 好我們找翔又來了 好弩炮一台兩台 這裡弩炮還是打掉了非常多的弩命的血量 好這邊是先點後方的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最後是被射死了一隻而已 好 大力趕快把這個門給低了 讓飛刀回家 好這裡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個生物不撿嗎 那你覺得這個生物要趕快找機會撿一下 好 就往下走進攻了 瑪麗這邊開始點下馬卡 但是要來轉騎兵路線 翻馬就 待會要來爆騎士落鎖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落鎖戰士應該不會出 先走騎士 所以這邊對方攻兵比較多 好這裡補一個箭塔 盒蓋 要是這裡被留進來 被動的獵手 是沒有辦法阻止這一盾無兵的 這件飛刀的攻擊速度比攻兵速度還要慢 好手吞 好這裡點掉這隻攻兵 好被箭塔逼出去了 現在立陶安人要想一下 後面要打什麼了 唉唷就趁對方的阻力在上面 攻擊趕快蓋保 就有一隻聰明被射死 一刀有點打得有點歪 丟不到 丟到了 背刀最後還是打到 聖女刀翔 後面過來 這跟城堡 會高投獲起流 還有十可勝的時間 戰騎士已經來到 應該能蓋好 OK 這還是死了幾隻村民 最後被抓了十隻村民 塔利人村民出下降了一些 但是還是領先對手 好支援量終於反超了 但是自己的攻兵單位 也是被解決掉了一些 但最後瑪麗的飛刀 還是打不贏攻兵 好高打低 拆哨戰 騎士上前 直接 收掉 哇 這個騎士開始無雙了 二級馬凱 攻兵有點打不太動 欸 他為什麼巴南斯在這邊轉 轉戰喔 唉唷這邊刺敵騎士 然後用剩下兩隻騎士 去解決勝率 頭子車要小心喔 這兩隻 這個頭子車會被騎士給抓掉 好 對頭去抓 好 暫時被騎士射死 哇 就是沒射死這隻騎士 都是摧入危險 好 飛刀又在後面 到處亂丟 一直想要給對方有壓力 好 終於走出了 這一塊 大空地 這裡還蓋得成人 這場比賽 是巴南斯 跟明確實的 最後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的時候 雙方都已經 來到了3比3 這場比賽 只要誰贏喔 就可以拿下 比賽的勝利 跟這個晉級的資格 那晉級的資格拿下 就可以來挑戰 最後的總決賽 這場比賽 就會是兩邊的 總決賽 好 總決賽 我覺得 其實這次的比賽 並不是 這麼的精彩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跟獎金有關係 其實獎金的程度 並不是 這麼的高 那為什麼我會提到獎金喔 是因為 有人會說 Viper這次是因為獎金低 所以就沒有那麼認真打 所以一直有這個講法 那確實 Viper他們的戰績也是 獎金越高的比賽 他們的實力 跟名次就越好看 反而是獎金比較低的時候 名次都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 要把這個比賽當作是 現在的 主流打法 或者是META來看的話 我覺得有點 言之過早 言之過早 小心 還是要等到大比賽時候 才會有那種 現在的META 是怎麼打的那種感覺 這次感覺 GL戰隊 跟其他的高手們 都沒有拿出自己真正實力喔 但是像是 Balance Mitchester 這種比較 在大比賽中 民視可能沒有那麼的亮眼的玩家們 雖然還是可以打到前8 前32 前16 也算是很厲害了 但 終究拿到冠軍決賽的時候 還是比較困難 但這次可以拿下來 就是有很大的關係 是因為 獎金的問題 總歸還是獎金的問題 但我是覺得這個 比賽的獎金也是滿多的 3000塊美金 第一名 3000塊美金 折合台幣的話 也快要獎金 9萬多 9萬多的這個獎金 其實也是滿好的 好 這裡飛到 再抽開 下面兩棟房子 Balance這邊 轉出了火箱 綻毛 瑪麗這邊是點下了步兵牌甲 還有輕騎兵 看起來是要來轉 飄悍精神了 但是怎麼是 轉金瑞飛到女獵手 這裡卡了一個人口的關係 現在金瑞升級 沒有辦法研發 好 瑪麗這邊繼續用飛刀 立陶安轉出戰矛 難道是為了要來打飛刀嗎 那飛刀他並不是工兵單位 出戰矛兵的話 雖然還有7.3塊 但是打飛刀的話還好 因為他本身沒什麼鎧甲 點完精銳的話也是50滴血 那如果三級板甲也點的話 是近戰防御率3點 戰矛兵打下還有4滴血 其實還是滿痛的 好這個火槍應該有機會拿掉火炮 OK 飛刀打一炮 換掉兩隻戰矛 飛刀這時候上來 後面有僧侶火槍 飛刀第一刀打掉第一隻火槍 後面戰矛 回頭打一下 僧侶召向騎士 但是飛刀一上去 就把聖女給點掉 但是飛刀撞到了城堡 吃了一些城堡傷害值 他的火槍兵 開始在反制正面的騎士 但騎士最後倒下 飛刀也倒下了 飛刀的獵手 16隻的單位 好 招打第一 阿拉斯點下了二級馬凱 二攻 好 又有在撞城堡 好 好 那現在 巴拉斯 確定是要轉獵提示了 哇 金瑞已經點好了 哇 聖物室有三個聖物 二攻點好之後 就有21點傷害喔 畢刀拿到三聖物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飛刀的獵手 直接手撕巨頭 但是扛了很多城堡傷害 上方飛刀的獵手 抓掉了挖金礦的聲明 欸 救火炮在打上面的劍竹 好 飛刀的獵手 趕快防守下 烈提斯要來了 烈提斯出來往後 先轉向進攻後方的火炮 火炮第一時間被撞死 好 這裡需要三級馬凱 那烈提斯這個單位 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 進行攻擊敵人的 好 就上前了 好 直接一抵 先抓火炮 火炮第一台被拿下 感覺三台都可以喔 哇 好像OK 搞定 這裡就直接現賺六百金 這一坨烈提斯不虧 但是烈提斯的數量可能越來越吃緊 因為黃金被控制的關係 黃金現在不太多 好 太多 阿力人這邊轉出了大量駱駝 那立陶人這邊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槍兵出來會比較好 雖然這些駱駝 烈提斯是很難處理的 好 點下護衛技術 軍營補了幾個 槍兵的部分還沒有辦法升級 只有一台火炮 烈提斯正面應戰 直接在城堡下方進行攻擊 城堡兵怎麼全部收到城堡裡面呢 哇 這麼趕快出來打架 好 這時候掉了一隻飛刀女兵手 看起來立陶人這一波擋得還不錯 好 但是瑪麗人千萬不能給對手機會 火炮繼續按 駱駝飛刀數量再繼續穩定 全黃金兵 這就是深層金礦的威力阿 挖了一堆黃金用錢砸死對手 好 立陶人終於轉出了槍兵 洞中藏上兵出來 列提斯正面應戰 撞掉了非常多的落駝 但是後方城堡沒什麼人在修 只有一村 好 看起來被三台火炮給收下了 哇 城堡倒了 列提斯產能開始下降 但現在好像也不是產能的問題 現在是沒黃金沒資源的問題了 射出射出射 看牆兵也很難升級大級兵 好 這個機兵也感覺不是很好 好 左方還是進攻 瑪莉也點下了三龍 開始出動經濟 結果下面這個礦區 被瑪莉控住 這個黃金看起來沒有辦法正常開採 好 被套到人 這裡點下了大槍進升級 上方這個礦區直接被兩隻騎士抓爛 哇 這個木區不是礦區 哇 這個木區二十村耶 這二十村要是不是拿下 應該就是 都要走遠了 八王屎這邊還有機會可以反打嗎 這是最後一戰 四強的 對 四強的最後一戰沒錯 四強 能不能 翻盤呢 瑪莉人這邊就穩穩把這間建築物全部拆光 應該是對瑪莉這邊最好的做法 立陶蘭這邊要打贏的話 只能拋大量槍兵突破重圍 烈提斯抓到對方的火炮 然後後方的飛動對手才行 但現在的數量是 烈提斯數量不夠 而且三生物被打噴出來 好 槍兵往上 開始亂戳 烈提斯從後面出場 哇 瑪莉被大量戳掉 飛到我們對手 努力反擊 但是瑪莉要來抓到後方的烈提斯 烈提斯直接正面開戰 這一波槍兵 最後是戳掉大量的瑪莉 但是烈提斯還是被瞬間生發了 立陶蘭這邊點下了步兵鎧甲 但是我覺得好像不是這麼有意義了 因為武力部隊已入全屍 現在只能按戰毛兵跟槍兵 但只能按垃圾兵的情況是沒有辦法持久打贏對手的 因為對方黃金兵 最後還是擁有更多的主動權 沒有辦法用垃圾兵完全打贏 全部黃金兵的搭配組合的 完了 看起來是兇多吉少 好 這裡烈提斯想要嘗試阻止拆城堡 沒有辦法 巴安斯打出了聚聚 同時也恭喜對手 再一場比賽順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有馬力人 拿下支援上的陣力 立陶宛人只贏了木材 其他支援全輸啊 那我覺得馬力這邊打得非常漂亮的一點 就是他打法都是圍死 然後3TC開農 一直農 然後邊農邊打 那比較關鍵的是 他這一把真的是選擇了飛刀努獵手 是讓我比較意外的 因為飛刀努獵手 身為一個步兵單位 他的優點是有遠程射擊 那如果馬力人是出強弩的話 或是火槍 很容易被立陶宛的戰矛給反擊回去了 那如果他是選擇了飛刀的話 就不怕戰矛兵了 而且飛刀也可以有效克制 對方的立陶宛的列提示 所以我覺得飛刀算是一個蠻大的賭注 但我覺得這一把他賭對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